作为近几年收获多项奖项,曾靠克拉恋人高文一角赢得高人气,凭借新疆意欲美人脸以及精湛演技收获无数粉丝的精英女神迪丽热巴,每次红毯的造型都凭借自身完美的条件获得无数好评。 但就在最近的新剧与均出相识中却一改往日长发美女的形象,造型变成了具有少年感的短发,然而这一发型也引来少数正义。 在大众印象中,热巴一直拥有着和汉族美女不同的美感,精致的五官和流畅的脸型,但搭配了这款短发,却显得热巴如同假小子,与鲜红的唇色并不相配,更显得格格不入。 同样,拥有神仙姐姐美誉的刘亦菲,在造型师不小心失手后的造型,更加令人无法接受。 在笔者看来,刘亦菲的颜值算是娱乐圈中的天花板级别,大部分时期颜值都不受装造的束缚,但在这种短发下,显得仙女姐姐失去了往日的仙气,让大众感觉稍有呆板老土的感觉。 与之相反的于92年便退出娱乐圈的上个世纪的女神,被港媒称为丽美人的上世纪女神丽智,当她做了半长发造型时,往往让人第一眼惊艳,但细看却有些眼睛无神等缺点。 但当丽智书上短发发型,却令人眼前一亮,笔者也认为丽智短发造型最好看,清爽帅气中不失妩媚。 谈到能将短发与自身的气质形象搭配极其和谐的女星,除丽智外,非以下九位莫属,长发的她们都是娱乐圈的大美人,但剪下长发后,都拥有了各自的特色,引人印象深刻。 一,其二短发乖乖女,周冬宇。 2010年,周冬宇出演《山楂树之恋》正式进入演艺圈,进入大众视野,凭借清爽的山楂昧形象被大众熟知。 那时的周冬宇是中长发,大众对那时的周冬宇颜值的评价大多为清纯,可爱,但少有名艳美女的评论。 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中,周冬宇尝试了大胆的板寸造型,但也完美地hold住。 周冬宇拥有很好的脸型、头型,不需要大面积的头发去遮挡或修饰下合脚或者高颧骨,所以哪怕剔成板寸也拥有独特的魅力。